华林地震灾情也受到许多艺人的关心 11号上午包括了黄大伟、杜诗梅还有刘亦尔等多名艺人 捐赠现金42万元 透过事工所梅合的十一户 22位红单围楼的低收入户 而现议员魏嘉贤还有世代会主席李政伟 也募集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 一并转赠给受灾户 资深制作人财志平号召将近50位艺人捐款100万元 要帮助花莲地震的受灾民众 11号上午由黄大伟、杜诗梅、刘亦尔等艺人 带着现金42万来到花莲市公所 捐给花莲市和捷安乡有11户22位红单围楼低收入户 希望可以尽一点心力 就是我们的心意想来帮个忙 然后因为有些朋友不能来 所以刚好今天我也有很多朋友在花莲 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为大家就是把那个心意给大家 希望大家很平安的加油这样子 市长魏嘉燕非常感谢来自各界帮忙 他强调会持续和灾民在一起努力复建家园 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艺人朋友 那最早是从我们的财资品财姐 跟我做联系 那原本是预定说 今天他要来做一个善款的一个发放 那今天临时有事 那就请黄大伟大哥代为发放 那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前来的所有所有的艺人 那我想灾区的重建之路非常的艰辛 那外县市的好朋友甚至艺人界的好朋友都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想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加油 那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募集一些物资善款 那我们会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请他们交到灾民手上 最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我们缓和一下心情 那想想我们未来重建之路 我们一起加油 而先议员魏嘉贤和世代会主席李政伟 也把各界捐助的艾辛物资汇集 一并转赠给受灾户 希望集结大家的善恋一举 帮助受灾民众度过难关 这里也会换视报导